沙法利斯在总成绩领先 这日比赛大部分时间都由他带头 完成了1500位的游泳之后 要面对的就是38公里的单车项目 沙法利斯仍然保持着领先位置 但他很快就遇上今季的竞敌 来自英国的贺兰 李若奥运同牌得主贺兰在总成绩排第二 他在最后一行的10公里跑 和东道主选手珍特一起跑出 超越了沙法利斯 32岁的河南在赛后就说 今年对于自己来说很难以咨询 三次赢到分站冠军 两次拿到第二 现在还要更上一层 虽然最后法力都没办法超前珍特 只能够拿到第二 但足以获得较多的积分 在总成绩真真正正地超越沙法利斯 以48分的优势赢到总冠军 报星电视记者陈家俊报道 看天气了 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预测风势迅速增强 吹烈风程度东北风 离岸同高地吹暴风 漸旋吹暴风程度的东南风 离岸同高地吹巨风 蜜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雨和吕暴 有风暴潮 海有巨浪和涌浪 日间气温徘徊在28度左右 展望明天仍然有狂风大骤雨 稍后的风势逐渐减弱 最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 现在25度 相对湿度92% 雲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与路边监测站位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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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方位追踪資產表現 分析牛熊走勢 稅銀集團突躍 牛熊會稅 星期一至五 逢交替日上午10.7 無線財經,資訊台 怎樣的奶粉才好呢 我就說心臟健康比較重要 我就說提高抵抗力比較重要 一定要沒有反腺脂肪 沒有膽固醇 那夠不夠營養呢 加保素精選羊奶粉 添加了DHA、EPA 有助心臟健康 天然之寶,健康貴寶 急著要錢周轉,找誰幫忙 找朋友 問女友 問同事 借Bank 靠韻 怎麼辦 安信兄弟,無論如何都幫你量度 貸款五萬元或以下 給你即批即拿現金 用速度撐住你 安信兄弟,明撐你 中谷,借錢當然要還,米比錢中介 這次來到曼加拉,認識了亞絲馬 因為窮,父母在他16歲時 把他嫁出去 這麼小,還要照顧女兒 他也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21歲的提斯馬已經要上班 每個小時要剪100條牛仔褲的布 手指都損失,看到也心痛 他們只欠一個改變生命的機會 請你立即助養兒童 讓小朋友可以快樂成長 旅行的意義在於打開心,張開眼 從天而來的一面鏡 照見自己可等渺小 在海灣的轉角 一探懼著的靈感傳遠 傳統之中,發現新生代電影思潮 極光可以是一種武智 教堂與伏特加 生活可以矛盾而協調 不斷探索,敢誤更大的世界 Jet Tour,The Art of Travel 今晚七點,你會做甚麼 強化心臟動力,突破自我極限 寶乾,寶乾美傑 護心,有心見你 卡士蘭 擁脫洩瀝 吸收是成長的開始 牛蘭牌獨有PRO-REB-SOR配方 結合益生菌 和專利9比1益生源組合 吐仔營養好 寶寶更容易吸收美好大世界 新妝已經開心登場 當你以為已經走到知識盡頭 才發覺很多學問 原來從未到手 問題引出答案 答案,啟發更多疑問 不斷探索,無盡追尋 唯有無知 才可以成就知識人生 香港公開大學提供知識新天地 今天上午九點,明珠台 各位好,先和大家看看天氣了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信號 現證生效 預測風勢迅速增強 吹烈風程度的東北風 離岸桐高地吹暴風 漸轉吹暴風程度的東南風 離岸桐高地吹巨風 麥雲有頻密狂風大雨和淚暴 有風暴潮 海有巨浪和湧浪 其間氣溫復會在28度左右 指望明天仍然有狂風大驟雨 省後風勢會逐漸減弱 最後一兩天,驟雨逐漸減少 要看今日的重點新聞 超強颱風山竹 預料中午前後 在本港以南大約100公里略過 天文台考慮未來幾小時 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政府收到10宗嵐樹報告 憑花川風力逐漸增強 居民加強防風 請儘快安全有罪感 撤離到安全備業 澳門凌晨改發8號東北風球 午早8點至10點 將會改發9號風球 詳細內容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生效 天文台考慮未來幾小時 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超強颱風山竹集結在香港東南 大約28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30公里 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 天文台說 山竹繼續穩定移向廣東西部沿岸 進一步迫近本港 對本港造成相當大的威脅 按照現時預測路徑 山竹中午前後 最接近諸三角一帶 在本港以南大約100公里略過 本港風力將會持續增強 天文台考慮未來幾小時 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由於山竹的外圍環流廣闊 而且風勢猛烈 在雷達影像都看到 它的強雨帶已經逐漸移近香港 它會為我們帶來頻密的狂風大雨 亦會帶來風暴潮 海會有巨浪和湧浪 所以市民要保持高度的警覺 預計在今天下午2點至6點期間 維大利亞港的海水高度 是會上漲至高於海淘基準面以上 大約是3.5米甚至是更高的 這裡就看到 其實由山竹帶來的影響 那個海水上漲有機會是超出 去年天甲時候的海水高度 政府收到10宗臨雪報告 野幸花村深夜風力逐漸增強 居民加強防風 凌晨過後 逐步感受到山竹的威力 幸花村風力明顯增強 海濱長廊部分位置堆放沙包 以防海浪湧入屋苑導致水浸 天甲來說我覺得會比較來得及速 但是這個好像慢慢來慢慢來 家裏有貼膠紙 不過我自己比較高一點 所以不是很害怕 不過我都怕樓下大堂都會泡得很低 在幸花村遊樂場對出的海旁 雖然已經提早堆放了幾重的沙包 但當海浪衝上岸的時候 部分的沙包都是被沖淋了 可以看到海浪的威力有多大 不少住戶在窗門貼上膠紙防風 又用膠袋圍著窗邊 防止雨水滲入 去年天甲襲港期間 曾經嚴重水浸的地庫停車場 裡面的車已經洗走 在尖沙咀天星碼頭 在8號信號發出之後 仍然有人在街上逗留 我都是想拍一些風、浪 自從自己對拍照都有一番興趣 想捕捉一下不同季節 或者不同風力的跡象 大危險 也不會太危險 因為如果見到大風大浪 都會去避一避 不要追 風是一向都不追的 欣賞大自然的美景 風是會繼續吹的 天文台說預料受風暴潮影響 維港的海水高度下午2點至6點期間 會上漲到海淘基準面以上 大約3.5米或者更高 呼籲市民要遠離岸邊 無線電視機者 陳兆恆報道 山竹可能造成風暴潮 政府派人到大澳 和里原門等低蛙地區 疏散居民到庇護中心站備 山竹迫近 政府在里漁門體育館設置的 臨時庇護中心 晚上有居民來暫住 去年試過打風打得 都挺嚴重的 屋頂都揭開了 我們是鐵皮屋 揭開了都挺害怕的 可能海水的水位更加高 可能湧上家裡 正收那些家居 最主要是怕海水湧上來 庇護中心會向已經登記的 市民免費提供 食水和物資 包括床褥和衣物等 餐廳在外面圍封木板 加強防風 天隔都去到這裏 水位天隔 我想這場風去吉隆會 會更厲害 對 留在這裏 灑下去 而在大澳 民安隊繼續護送長者 去到設在龍田村等的庇護中心站備 亦都有市民來拿沙包 警方和消防等多個部門加強巡邏 又運送救生衣等的物資 天文台預測 大澳的海水高度 星期日下午3點到8點期間 會上漲至海淘基準面以上大約4米 呼籲市民遠離岸邊 無線電視記者減愛宜報道 銅鑼灣一座大廈外牆的棚架有竹枝飛脫 警方說沒有人受傷 懷疑從棚架飛脫的竹枝跌在路邊 警方清晨大約4點接步 銅鑼灣宜和街1號大廈的棚架有危險 警員到場後發現 大廈高層外牆一個大約20米長 20米闊的棚架有竹枝飛脫 警方封鎖附近一帶 8號信號下港鐵維持有限度服務 港鐵大部分路線維持10分鐘一斑 包括觀塘線、荃灣線、港島線、南港島線、 西鐵線、馬鞍山線、迪士尼線 東沖線、機場快線、東鐵線紅磡站至羅湖站 和將軍路線由北角站至寶林站 將軍路線由調景嶺站至康城站 就維持每15分鐘的班尺 而東鐵線紅磡站至洛馬洲站 維持每20分鐘的班尺 港鐵巴士暫停服務 石柱宣布 披下所有福利服務單位 提供貨於托管服務中心 和長者服務中心 將不會開放 石柱說當8號熱帶氣旋警告訊號取消後 在天氣和情況的許可下 通常是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運作的單位 為2小時內恢復正常服務 而在澳門8號東北風球仍生效 早8點至10點將改發9號風球 澳門氣象局預料 山竹下午最接近澳門 大約在100公里內略過 最大風力